大家好我是MicoMate 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在iPhone上面 快速截图分享 就在今天27号的凌晨 iOS4.5终于正式上线了 那里面就包含了一个新功能 就是在捷径里面 终于可以使用截图的功能了 那如果你还不知道捷径是什么的话 它就是在iPhone上面一个强大的工具库 它可以把很多小的功能拼送起来 变成一个只属于你的专属功能 那今天我们会利用到小白点的功能 你只要按一下这个小白点 它就会直接截图分享了 然后今天我会教大家四款 不同的快速截图分享的捷径 大家写完之后 就可以直接把它加到小白点上面 那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 写完之后的效果是怎样吧 第一款就是像刚才示范的那样子 截完图之后立刻跳出分享视窗 然后第二款是截图之后 直接跳出LINE的视窗 然后注意下因为截径没有办法 直接在LINE里面传送图片 所以跳进来之后要先贴上 之后再按传送 也就是说我写完的这个截径 就等于是把截图直接复制到剪贴板 然后自动跳出LINE的视窗 你就可以直接贴上然后传送了 然后第三款叫做截图复制 就是截完图之后它就会自动贴到你的剪贴板上面 然后你可以在任何地方贴上 第四款叫做截图传送iMessage 它是一款最完整的一键传送截图的功能 它除了iMessage之外你也可以使用WhatsApp 我们现在来试看看 等一下 然后它就自动跳到iMessage这边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对话视窗 就自动贴上了这个截图 然后你可以直接传送 那注意一下今天写完的这个截径 它们的截图都是不会存到你的相簿里面的 而且它们都是要搭配这个小白一点使用的 那在我们开始写截径之前 记得要到设定的一般里面 先把你的软体更新到最新的iOS 14.5 更新完之后打开你的截径 那今天这四款截径都超级简单的 你们看上面都只有两三个动作 那按一下加号右上角的加号 接着按一下这个加入动作 那在搜寻栏这边你就打截图 然后这边有一个拍摄截图 然后再按一下加号 这一次搜寻分享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分享 这样子就完成了是不是超级简单呢 接着按一下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这边截径名称帮它命个名 例如说截图分享 接着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然后再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那现在这个截径已经写完了 我们要来把小白点打开 然后把这个功能加到上面 首先到你的设定 然后去找到辅助使用在这边 然后里面去找到触控 第一个项目你就会看到辅助触控 这边把它点进去 那一般人应该预设是管起来的 但是首先我们要先到下面这边自定动作 自定动作下面的点一下 我们把它点进去 接着往下滑滑到最下面 去找到你刚才已经写好的截图分享 把它打勾 然后按一下上一页 这边点一下就会变成截图分享了 那点两下更长时间按一下 你可以选你想要的功能 像是Apple Pay 这边有一个Apple Pay 或者是Spotlight之类的 然后这边自定动作都选好之后 再来把它打开 这样子小白点就出现了 那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点一下之后呢 它就会跳出这个分享选单 你就可以在上面选择你想要的分享方式 然后再来第二个呢 我们要来教大家如何写出这个截图复制 跟截图line的功能 它们两个非常相似 首先呢一样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然后再加入动作这边呢 第一个动作一样是截图 在搜寻栏里面打截图 选这个拍摄截图 接着呢第二个动作 在搜寻栏这边打剪贴板 然后这边有一个拷贝到剪贴板 加进去 写到这边呢截图复制的功能 就已经写完了 你可以停在这边 或者是你也可以加一个打开line的功能 那打开line的话 你就再按一次这个加号 这一次呢选择左上角的App 然后里面呢去找到line 里面这边呢就会出现很多联络人 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它没有办法出现你所有的联络人 所以你只能选择你常用的联络人 那我现在先随便选一个 那这样子就写完了 那像我刚才讲的 因为截禁它没有办法直接在line里面传送图片 所以今天这个line的视窗打开之后 你还是要手动的贴上然后传送 接着呢按一下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然后这边截禁名称你就随便取像是截图传line 像这样子 然后完成之后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然后再按一次完成 截完之后呢一样到刚才的设定里面 然后辅助触控这边点一下呢 你就把它改成这个截图传line 然后按上页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现在我点一下这个小白点 它就截图 然后自动跳到这个line的视窗 那现在呢就像我刚才讲 你一样要自己贴上然后传送 那今天比如说你只有写到这边一半的话 你把它加入小白点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拷贝到你的剪贴板上面了 那现在呢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复制到 例如说你的备忘录里面 我把它点开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直接贴上了 这就是刚才的截图 再来第四格呢就是截图传送iMessage 这是一个最完整的版本 那一样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然后加入动作一样截图 再按一下这个加号 这一次我们选这个分享 里面呢你就可以选传送讯息 或者是滑到最下面有一个透过WhatsApp传送照片 但是因为我没有使用这个 所以大家可以试看看 如果你有使用WhatsApp的话 但是现在我们先来试一下这个传送讯息 然后这个收件人呢你就可以把它改掉 像这样子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一样帮它命格名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完成 然后再按一次完成 一样呢我们到设定里面 把这个辅助触控里面的点一下改成 传iMessage 这边 然后按一下上一页 然后我们现在来测试看看 那现在例如说我想要截图这个画面的话 我就直接按一下小白点 然后就会自己跳出这个iMessage的画面 然后里面的这个截图就自己贴上 你只要按一下这个传送键就可以了 那这个方式呢非常适合不太会按截图的人 因为有些人就不知道说到底要按哪一个键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使用这个辅助触控的方式的话 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截图跟传送咯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顺利的写出这个截图分享的捷径呢 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 另外呢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学的iPhone教学的话 也欢迎留言跟我讲咯 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